大家好方師傅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 多禮貌我們 首先我們都要有禮貌的 我和方師傅都多謝大家之前的支持 大家無論是多與少 我覺得並不需要去沦飾面額 不要覺得因為少而不為之 我們覺得凝聚就是力量 多謝你們的支持 多謝大家有心 聽了一些故事 大家除了分享 最重要是學懂當中的學理 今天又是學理的時間 因為這個就很緊張 我純粹有點私心 因為最近我有個朋友 見到這篇文章 我就很心同感受 因為我朋友也發生類似的情況 就是他又是身弱用印 當然就是忌財忌官殺 走到載運的時間 惹上官非師傅 是呀 嘩 這句口訣不得之了 跟大家要分享一下 是呀 在月潭庫裏面有兩句說話 是呀 是呀 他說殺印就越逢財 是呀 官非就越逢來 有些朋友寫日來的 哈哈 越逢來也好 越逢來也好 越逢來也麻煩 是呀 挺笨 其實他的意思就是 殺印楊逢財 是 八字 新藥七殺透出 是 就用印化砂 是 如果大運流年 見到財星破印 一破了印星之後 那官非升 直至黑落在主身上 因為已經無際了 是呀 那時候就犯官非 也挺大鑊的 大鑊的 因為我書裏面 那個故事 當事人 他真的無故 是甚麼事呢 其實我也很想知道 很簡潔 你的文章 哎 那個故事是這樣的 是 那他就上班 那人的性格 就有少少 有少少 就是暴躁那一類 或者我們叫做 就是 有時的事 就是同事之間 那可能有些 有些拗叫 那忍氣 忍氣忍氣吞聲 為了份工 不出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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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過年的時候 那些村名 那些村名 那些公司擺 喝大兩杯 那怎不知 那個同事 就以為好像上班那樣 都是語言挑釁 是 語言挑釁 那喝了兩杯 就膽壯了 那人 所以喝酒女士 也是 膽壯的時候 就拿個酒杯 整個酒杯飛過去 那酒杯沒有訂到人的 在公司的宴會裏面 是啊 那酒杯沒有訂到人的 就訂到牆場 牆場的玻璃杯碎開 碎開 誰不知那個玻璃反彈 那反彈就直接那塊玻璃插在頸上 嘩 那是這樣的 你寫得太簡潔 你師傅這件事 沒有理由 寫得這麼精彩 好精彩 你一下 我寫過學你 劇情 是劇情 是劇情 有時候 Downton流很多血 就入了ICU 他來問 他來問的時候 七天都未醒 即他來問你的時間 他的同事還昏迷人 還昏迷在ICU 好驚 好驚 會不會錯手殺死人 那些問這些 都不是想自身 會想那個人有沒有事 是啊 那你沒辦法了 你錯手的 這些不是當你謀殺 都當你誤傷 是是是 都當你誤傷 即他後面 他本身都是走那些官鬼運 是 官鬼運 即可能那些官非都幾麻煩 那可能要坐都未定 我們叫做這些 那當時你會怎樣跟他說 當時 那樣 即 即 都是 依蕭直說 都是依蕭直說 叫他去找個好律師 哈哈 不是怎樣 沒有辦法 因為他那時還未醒 後來 後來 很好運 算完命之後 跟著不知過了十天 就打個電話來說 即那個人醒了 醒了 醒了都是告他的 都是告的 都是告的 起碼不會誤殺先 起碼 是是是 即有時的東西就這麼巧 你那個玻璃杯扔過去 那理論上 你扔不到那個人 那跌到地下就算了 是吧 怎不知可能大壓力過頭 他本身已經是喝醉 即他已經喝醉了 喝醉了 喝醉了 又喝醉了 那又不會有角度這樣飛 一飛這些是發脾氣的飛 那怎不知 那玻璃杯 對 飛到地下 打破了玻璃杯 那玻璃碎 亂飛 是 就插到到頸上 那你真是沒辦法 那頸上有很多大動物 是呀 你一說剛才我真的 哇 鏡子的心都離開了 是 所以你說到處插不到 插到到頸上 就真是整定了 無妄之災 那你插到大腿上 很小事 肉多 如果你說笑 插到屁股上 哎 真是 我們叫做 是吧 他飛到頸上 他頸又薄 又多那些大動物 那些血管 那你便出事了 即是八字裏面 他也是 是見得到 是啊 即是這麼說 他本身是根根的 是 如果你有買書的朋友 可以看一下 他是根根的 生日人緣 那他就變成鑑木透出 那這個八字 我們叫做 就是偏才格 他好壞不壞 就兩個鑑木透出 是 是 我們叫做 是 雖然他坐根身 生日紳士 好像新強 但是始終來講 這個八字 我們叫做 他那個 就是 稍微嫌他身弱了少少少 是否因為其實是 因為那個 人生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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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根聰的聰 都變成了 是啊 你根身 你七月 你甘身 有人叫死住之地 是 死住之地 是的 旺不得太多 這個時候 就是用土去申金 我想看到這裏的時間 這個八字 如果大家有 找書的話 都會有些迷思 就是 一般見得到 自己坐著那個鹿 那見到兩個鹿 好像很厲害 是啊 其實又不是的 是啊 因為他在人穴來說 金到人穴 死住之地 寺住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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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少少人生聰 變成了 人始終是木旺 很多人說 木堅金缺 木堅金缺 就是這些情形 嗯 這是第一個迷思 是 變成了 如果他有水通關 會好些 他又沒有水通關 是的 又沒有水通關 木生火旺 火會黑金 你稱起上來的時候 這個八字 便稍然新約 嗯 用新強約來便稍然新約 是 新約的時候 你便用木土 木土去 去山金 洩火之氣 嗯 是不是 你聯署 你聯署無五 人一會化火 火便會官非 便會官殺 嗯 你用印的 那你大運那裡 行到木五 無運的 誰不知 榴年甲午 是啊 家木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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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然後山共五方五 是官非 真的 我書所講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殺印是藥奉財 你殺 你殺 你殺用印去化 是 那大運流年 來得到財 一破印 就官非如人來 便走廢 有便犯官非 啊 是啊 有時候這些口訣 很過癮 很過癮 其實呢 你理解他 就是 官殺王 是 日主洗完新藥 是 然後用印去化官殺 是 本身要用印的 是 然後 財星一定破印 沒錯 財星一定破印 是嗎 是嗎 那你財星一定破印 那你用神獸破 那那些 政官七殺 就直接黑下來 是 政官七殺 就官非升 沒錯 那便惹官非 這些 千萬別以為事業有成 那有時算命是差這些的 如果這些八字 你那個經驗不夠 有些人當身強 是啊 沒錯 有些人當身強 有兩個迷思 我看到這段時間 我會心微笑 除了最近朋友出事外 就是講 這個八字 其實一看 很多人第一個迷思 以為他身強 坐六 坐六 然後好像日六歸時 第二 就是見到甲帽巾 三期 是啊 是啊 但是他沒有罪貴 唉 這些朋友很多時都見到天光甲帽巾 這個好笑 個個都說三期格 三期要罪貴 真是三期最貴 而你一般來說三期格 一般書來說 都是人中三期最貴 即是人中三期就說 床在地緣之中 那人中三期 如果聚到貴 那些八字是成格的 是的 就不是說天光見到甲帽巾 又是三期格 那隻似乎就好像 是 吻水些 我又不敢說不行 都是的 是 因為三期一聚到 天生有一種本能 是超越一般人 是沒錯 所以就不是 是啊 可以看回三期格 你就看回以前那個 游水那個 加拿大姑女 是我們早期的 沒錯 大家回回頭看 那集就是介紹得很仔細 怎樣三期格最貴 才是三期 只是三期 還未看過朋友 回頭看 沒錯 大家可以找回那段影片看 應該都清楚了 這句的考訣 師傅寫給這篇文章的時間 就有一個八字例子 我看這篇文章的時間 我又有一個真實的例子 所以特別是 塌塌塌塌 塌塌塌 真是 印刷若逢財 即是官非月日來 當然希望今年他認了數 就不會再認了 不會再認了 是啊 因為還有些時間才練習 是啊 是啊 有時候看考訣的時候 雖然他沒有說過 謎底是什麼 但當你應用在八字裡面 當然知道 對 準誠度 原來真的高到不得了 師傅 是啊 不會亂說 真的不會亂說 是傳人的經驗 還有 你把兩句句子拆解了 然後看起技 都是對邏輯的 最重要是對邏輯 我們觀眾每個人都很好人 沒錯 沒錯 大家容忍 謝謝師傅 下次再見 拜拜